大家好 歡迎收看色賺 這節請來成家網上投資課程導師徐冠雄 林Sir 你好 你好 Samuel 今天想和林Sir展望一下 2023年本港樓市的展望 雖然本港和外圍股市近期都相當波動 今天市場要跌至600多點 但見到本地樓市反而有轉網跡象 到底是甚麼原因呢 是因為美國的息口快見頂 還是復償之後 營商環境和經濟前景終於見到曙光呢 我相信本港仍然要買樓的人都非常多 有一定的剛性需求 而2022年由8月開始樓市向下跌 做得不好 因為當時的價格都頗偏高 及後經過一輪調整 香港的樓也都因為美金的支持 處於一個高位 而要轉令香港的樓價要下跌調整 及後現時 美金的強勢就相比之前已經沒有那麼強 加上赤價也都下調到一個地方 是可以買家和賣家 即是兩方買賣雙方都對到本 市場達成共識 所以你看那個成交中數呢 去到2月是急增 如果以物業買賣單月達到5,900宗 到達到3月呢 就以將軍澳區為例 其實單月的物業成交 其實在頭的20天是接近200宗 所以相信3月的樓市成交數都多 原因再次重新 由於樓價下跌 而需求仍然有之後 加上息口就見頂的一個富因 我不敢說是一個主因 是一個相對較為富 較為次要的因素 都有了樓市價格 其實是平穩向上 但是逐個因素拆解一下 先講一下通關那方面 其實通關多了內地旅客來 是不是都有了樓市那個交投 銷售等等呢 這個絕對有 其實經濟效益都大 是的 內地人 我想來到香港 即是重啟自由行 有兩方面去幫助樓市 先講講數目先 其實都根據入境處資料 其實都看了訪港旅客 在3月12日 即是3月裏面的第二個星期日 其實來港數字其實達到35萬 而當中 約我內地訪客佔4萬6 與通關前 其實單日只有5千的內地訪港旅客 現在大增10倍 但是這樣 如果以人次計 近日新聞都公佈 入境處其實人次達到過百萬 是22年之後重返到過百萬的水平 不過和2018年的高峰計 內地旅客是單年達5千萬的水平 仍然有一段距離 現在甚至一半都未到 所以你看到 縱使香港 往後未必是內地客去旅遊的首選 但由於那個空間 即是那個復收的水平 去到現在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它至完全收復的水平還有距離 所以我相信內地客是仍然的數目會增強 增強之後 為本港樓市帶有兩個衝擊 直接衝擊是內地旅客 喜歡購買項目 尤其是樓花 因為內地客來香港 始終的按揭不會那麼容易做 但發展商 尤其近日一些新本 提到一個靈活的付款的時期 包括可能是200日或甚至300日的一些付款計劃 同盟當中只需要付首期 變相你見有些項目 確實是內地客 見他們的買賣 中應都幾多 還有很多人大手數 又不止買一間 至於間接上的支持 當然是令到市面的消費因素恢復 其實很多的舖租都升得上 舖租升得上 其實大家都知道 投資商 很多都是投資者 而投資者的舖租收復 導致他們可動用資金上升 這也是有利樓市 此為其一 也同時觀察到其實香港的N3貨幣供應 根據金管局的數字 踏入去到二年尾至二三年 其實連續幾個月上升 上升的幅度已經是 比二年同期的高位更為之高 N3貨幣供應是一個港二貨幣 以至其實除了存款之外 一些抵押而致出的貨幣 數目都會計算在內 而這個貨幣上升導致香港的油資 就是油利的資本都同樣上升 是代表了錢留在香港 有利香港投資 以至到樓市各方的發展 我相信幾個利好因素一起 都支持本港的樓市 但也看到其實內地客 來香港其實賣樓都有個辣椒在 也想問內地客來是以什麼類型為主呢 見到其實可能有些學生來香港讀書的 他們可能大專院下沒有這麼多縮位給他們 這一類內地學生 又是否真的樓市其實是一個支持的因素 我相信未來內地學生是會更大支持本港市場 不過先說現在 就以我們作為一個代理 我們都接觸到不少買家 甚至他願意給30%的稅去買樓 即他們的預算是 例如他們買一千萬樓 其實他們是可以給一千二三 他們預料給稅的客人都有 當然同意不是人人願意給稅 而亦都那些是怎麼來呢 其實在過往香港已經是有人財輸入計劃 當中不少內地人是來到香港 就是通過人財計劃 又或者是以前在香港讀書 然後之後在香港找到工作 完成定居夠七年 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買樓 其實由於自由行在香港已經實施了十幾二十年 接近二十年 當中其實很多人 很多內地人在香港已經是有足跡 和成為了一個都很本土化的買家 這類人是有的 而這些人有些是不少了 因為已經是有足跡 再講展望將來 其實看到一個數字 就以廣東省而言 即是不要講全中國 廣東省其實一年高考的考生 是達到七十五萬一年間 而當中 進入到內地的重點大學 內地俗稱九百五 的重點大學 只是佔這七十五萬裏面的一點幾% 有經及之 我們都見到 香港政府很好 將香港的DSE的考試 推展過去內地 做了不少工作 就希望很多在內地 尤其是廣東省 不打算考高考 或者是領域取向的學生 透過DSE來融入香港的學習圈 以至將來的勞力市場 補充人口 這些是預期將會發生 而你看到每年75萬裏當中 高考落地 或者都不是叫落地 就考不到重點大學的人 是保守計到五、六十萬 當中你當只是小部分來香港 對比香港一年參加DSE的人 其實都是四萬至八萬監配戶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大衝擊的數目 可以為勞動人口 以至到為香港的教育事業 或者最直接 起碼是校生來到香港考DSE 住在一個月的酒店 當中先有經濟效益 而是有很多為香港的潛在客人 買樓的 最後只剩下一分多鐘時間 都快問了林Sir 看到其實那個租金回報 大概兩到三個 但現在房子在銀行定存 都四到五厘 而看到近來的新樓開價都低了 會不會令到租金回報吸引了呢 當然 是的 樓的下跌令到租金回報 更加吸引這個不真事實 在未來 加室加園 就會令到定期的吸引力下降 而買樓收租 第一當然有租戶回報 第二更加不可以取代回報 是買樓的租金 是可以隨通帳而加租 這個是定期沒有的 所以很多人將退休籌 是用樓來做 這個是很值得考慮的因素 好 今天也謝謝林Sir這麼詳細的分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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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